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事业情况不再恶化 是显示国内或者是全球景气出现了回温吗 整个全球经济情势其实是有在变好 特别是美国其实是在慢慢的复苏 欧洲也在跌身反弹 日本最近因为它的安倍设的三支舰 特别是日元的贬值 整个消费的情况有点改善 大陆虽然在软着陆 但是还是在温和的一个上升的环境中 所以整个大环境 特别是在出口上面实际上是有利的 这是一些比较正面的讯息 不过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么经济好 就业的情况还有薪资相对会高 不过看到这样的数据 其实我们也观察这几年来 台湾的经济成长 如果看到这个成长率 似乎是陷入低迷 这两年还在保二保三奋战 您的观察 台湾这几年的经济的表现 怎么会这样子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我想为什么经济成长 并没有怀映到我们的薪资的成长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制造业 可能比较代工 代工的话因为利润率低 所以被迫移到海外生产 所以我们整个制造业 在海外生产的比重 已经高达五成以上了 所以很多的就业机会 并没有真正创造在台湾 所以当然对你的薪资 其实会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服务业 我们的服务业 因为最近这几年来 我们人口没有增加 我们的老百姓的所得也没有增加 所以消费当然就没有增加 消费是对我们的服务业 影响最大的 所以我们的服务业 其实我们内需市场不大 加上所得没有增加 所以整个服务业 其实消费能力是受到限制的 服务业占我们的GDP是七成 我们就业人口有六成 是在服务业上面 人口没有增加 市场小 所得没增加 当然服务业就上不来 上不来了情况下 当然薪水就不会增加 特别是我们的服务业 规模都比较小 像你周遭的一些零售 这样很多手机店 水果店 早餐店 这些事实际上它提供规模很小 它不需要很多高阶人力 但是我们十年来 我们的高阶人力的培养 非常的多 我们最十年来 硕士成长三倍 博士成长将近四倍 所以我们是用博士做硕士的事情 硕士呢 做大学的事情 大学做高中的事情 学历严重贬持 所以未来台湾的服务业 恐怕一定要尽快的产业升级 让我们规模开始国际化 大型化 连锁加盟化 需要高阶的人力 我们的薪水才会上来 是 您刚才有提到 制造业也应该是有升级的困境 跟它的急迫性 服务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在谈制造业 其实政府在协助厂商 做产业结构转型 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势必要走的路 但是这几年来 也提出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工具来做引导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 因应台湾的经济转型 所必须要调整的一个方向呢 因为台湾其实产业是有在升级转型 可是我们是渐进式的创新 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工具 我们其实我们的产业工具 其实最有名就是一个科专奖励 科技专奖励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产业创新条例的租税优惠 可是我们在从促进产业升级条例 转新为产业创新条例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配合的 把盈利利事业所的税 从25%降到17% 所以我们事实上也把很多租税优惠工具 都给全面取消掉了 大概只剩下一个研发的投资地件 所以我们政策工具 其实是全面落化 落化的情况下 企业其实投入R&D 很多自动化设备 其实相对来说就没有像签前那么积极 那很多中小签 因为得了很多的租税优惠 它事实上这些东西 它也不会转为投资 跟R&D的投资 因为它虽然说减税 减税我事实上我拿到自己口袋里面来 我通常也不会拿出来做R&D 不会做这个所谓的这个 自动化的设备的投资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落实的原因 这也是在整个政策 没有办法做很好的效果 那这样就我们有很多的 崭新的政策工具 因为事实上很多的领域 比如说比较前占性的领域 你必须要集中资源 要聚焦 然后呢 事实上要有一些政策工具 新的政策工具 比如说除了租税优惠之外 可能包括一些补助 像国外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租权基金 协助怎么样诟病 合并 这样子的话 才会塑造快速的升级转型 就是说产业升级不能太慢 因为不能用渐进式创新 因为别人都进步得很快 要强速度 不过这个诟病 在台湾的产业 是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 事实上是比较艰难 但是慢慢的 就是说你有引导一些基金进来 像比如说海外 有些私募的股权基金 像我们的央行 也有很多的主权基金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变化 然后引进一些资金进来 但是你还是要尊重市场性能 就是说政府只是用股权 来看看你的行政效率好不好 但是真的去诟病 合并去投资 还是尊重股权基金的本身的一些董事会的决议 它去运作 我只要引导董事会 没有run doing 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就让它尊重市场性能 其实这样的话 像新加坡的主权基金 韩国的主权基金 加上一些私募金 所以能塑造快速结构的转变 这应该是比较好的事情 在操作有没有需要留意的地方 特别注意到它的一些风险的部分 有 因为当然就说 因为如果不尊重市场性能 政府可以随时干预的时候 通常就会有些利益输送官方勾结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弊病 但是就说你政府现在介入是出钱 而且是直接的去影响董事会 但是董事会的执行党 去做任何的机制 都需要尊重市场性能 所以政府要做的 只是第一个提供钱 然后看看董事会是不是正常的运作 第三个就是说 防止其他的部会去插手 到这个基金里面来 这样子的话应该会刺激一些投资吗 我想应该会 在某些领域会快速的结构转变 因为现在台湾呢 其实虽然说我们在产业升级 可是很慢 相对于大陆的阿里巴巴 整个第三方之路走得这么快 它就是因为后面有很大的钱进去 像韩国的品牌三星 它之所以这么多 就是因为政府基金有介入 然后将这个企业变成资源过雄厚 那台湾呢 因为我们的企业其实相对来比较小心 所以呢 我们虽然投入资金 像来说第一个不够多 第二个不够快 所以你在很多关键领域上 就没办法取得一个主导权 慢慢就会整个经济的进步角度 就会比较差一点 这是制造业 那么在服务业的方面 刚才有听副院长你有提到 就是怎么样去扩大 比较大的一个经营的模式 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 来做进一步的拉动呢 我想服务业 我们过去就是一直很担心大陆 但是呢 现在因为大陆呢 我们过去叫 拜野大陆 城野大陆 因为我们都高界人力 都爬大陆去了 所以消费能力没有在台湾 所以造成我们服务业下来 但现在大陆呢 因为它已经过去呢 是出口导向 现在因为它慢慢的 人力成本都上来了 而且它出口也没有办法 一直持续出口到美国欧洲 因为他们的经济实际都下来了 没办法吸纳这么多的一些进口 所以大陆呢 慢慢就从过去的出口导向 转为出口跟内需并重的 一个经济模式 它内需上来以后 其实呢 就对我们服务业的出口 就有到很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台湾的服务业 其实是比大陆发展的早 大陆现在服务业占GDP 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大概到七成 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台湾的服务业占GDP是七成嘛 台湾的服务业发展比大陆早 然后它的空间还很大 所以呢 是让台湾的服务业呢 如果能借助大陆的市场 甚至东南亚的市场 因为东南亚我们也有很好的机会 因为东南亚我们很多的外劳 外配 台商 华侨 都是我们的潜在的出口市场 我们的服务业都比东西 都比大陆发展的早 所以如果用一些 比如说最近提的 TPP RCEP 这些区域整合 或者EGFA服务 让台湾可以有机会 利用大陆跟东西的市场 来发挥你的规模经济 那台湾服务业慢慢的 中大型化 连锁加盟化 全球化 我们的服务业就会比较有机会 是 那么在这边 我们也要把这个讯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陆目前也正积极在 操入你135计划 那么在服务业方面 将会积极来推动的 所以有关服务贸易这个区块 有关服务业方面 这是台湾不能够不重视的 未来的一个发展 在这边也要继续请教 副院长的是 刚提到这个民间消费 其实也是疲弱不正 那么是不是也跟高阶人才外流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些有效的方法 这高阶人才有可能回流会刺激台湾的民间消费吗 高阶人才 就是说台湾 就是说我们的EQA服务 就是说为什么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支持 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没有做很好的配套 第二个是我想说我们的服务业出口 一定要是有计划的输出 就是说像我们过去产业 制造一道外道大陆 可能会有时候空洞化 那现在我们服务业出口 应该是有计划的输出 就是说比如说我的80度期到大陆去投资 对吧 我可以在台湾先训练一些人才 比如说我80度期可以跟教育部 劳委会合作 劳动部合作 在台湾训练一些人才 然后第一人才将来有个条件 就是派到大陆到东协去 做一些储备干部店长 所以我就会让我年轻人 跟服务业的出口 有建立连接的关系 然后这些人过一阵子以后 他就回来受训 回来度假 回来消费 我们的人才资金 就会慢慢的有一个回流的机制 然后这些企业呢 80度期 鼎泰峰 王平牛排 在海外经营有成的时候 他就回来台湾 挂牌 上市上柜 他就会把钱汇回来 所以我们人才资金 技术都有回流的机制的时候 台湾的产业就不会空洞化 我们就会资金 会动能 会继续保持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消费人口 台湾的人才会有国际观 我们的这个消费能力 就会慢慢提升上来 在这边也要再请教副院长的是 我们的薪资 竟然是跟16年前的水准 相当 这是真的是很令人不解的地方 再相较其他的一些国家 包括韩国 其他国家 新加坡 我们的薪资是 让人非常的期待 是不是有加薪的 可能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所造成的 我想这个加薪 第一个就是跟你的生产力有关系 我们台湾最近这几年 其实我们的劳动生产力 是有提升的 但是它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你生产力提升 可是多数是企业界 比较资本化 就是因为我担心景气不明显 互数不明显 所以我投了很多 自动化设备 电脑设备 来取代一些人力 所以我们的劳动生产力 增加是因为 我们的资本投资的关系 所以很多企业界当然不会把这些利润 分给你的员工 所以相对来说 员工的薪水就没有高一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很多的产业 其实并没有 我们最近这几年没有新的产业 因为全世界在升级转型过程中 都有新的产业 新的商机才会新的投资机会 你看像这个韩国 它发展品牌 它整个手机 整个一些产业都有品牌 三星LG 所以品牌的加持 所以韩国就走了一个新的局面 新加坡是多样化的生产 它从这个过去的一些产业 开始慢慢走到增加石化业 生技业 最近增加博弈观光产业 所以它产业更多有化 就有很新的机会 那日本呢 最近因为它开始用出口的贬值 来带动它的一些出口的一些产业 然后开始呢 做一些新的一些文创 新的一些产业 所以慢慢你要有新的产业 新的商机 才会新的投资机会 就会带来新的薪水 那台湾最近的几年 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新产业出来 因为草野的对立 所以那老百姓的一些环保的抗争 所以我们最近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商机 很多产业起不来 我们因为安全 所以我们的核四不要 因为污染 所以我们的实话不要 因为道德 所以我们的博弈也不要 因为担心排挤到我们就学的权力 所以教育改革牛不化 然后呢 担心到我们的排挤到国人就医的权力 所以医疗国际都不敢推动 所以台湾其实 套用一句阿妹的歌 大会的歌叫 其实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你没有新的产业 当然就没有新的投资 没有新的投资 当然没有就业的机会 当然就没有新的薪水 这是台湾的一个宿命 这是忧心 也是危机 我想我们要很严肃的 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王健全 针对如何提振台湾的经济 提供精辟的分析跟建议 非常谢谢副院长 您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